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唯是學蓋藥 諸位法師慈悲 陳會長慈悲 諸位菩薩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請放長 我們這一堂課就是一個研討課 今天來談一談從唯事的角度 來談淨土宗的修學重點 我想我們的生命是短暫的 佛法修學的法門是廣大的 所以當我們開始修學的時候 你要先掌握它的核心的一些法門 它的重點在哪裡 基本上淨土法門跟聖道門有些法門是相通的 但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目標是不同的 在整個陳佛士道當中最關鍵的一個重點就是 了生托使這一塊 那麼了生托使這一塊從聖道門的角度 它是在繪土 在說佛世界來完成它的了生托使 那麼淨土宗的修學者 它是照淨土去 了生托使 所以我們雖然我們最後的目標 這個陳佛的目標是一樣 但是過程是不一樣的 就是你了生死的地方 就決定你今天修行的方向 也就是說我們有兩個選擇 你選擇在說佛世界了生死 第二個你選擇在淨土了生死 這兩個是不同的 那麼當然如果這兩種選擇 在正法時代 相法時代都沒有太大差別 但是到了末法時代 這個問題就比較複雜了 因為你離佛的時間越來越遠了 去佛久遠了 那麼我們離開佛式的時間 越久的時候呢 會發現了兩個狀況 第一個磨牆 第二個法弱 就是這個干擾我們的因素 越來越多了 第二個 我們接受佛法的這種力量 時間 因緣越來越少 就是這個世界上 宣揚佛法的因緣越來越少 所以在孟法時代 如果我們選擇在說佛世界了生死 你要面對三個問題 第一個 障礙太大 在末法時代的修行 有四個字是很重要的 叫做內憂外患 當你在說佛世界德國報的時候 你內有煩惱的干擾 你經常打妄想 這個裡面報控制的 妄想打久了就產生煩惱了 因為這妄想會讓你產生對立 一個人一旦對立 要嘛就是喜歡 要嘛就是討厭 兩種情況 所以你經常打妄想的結果 就很容易讓你結成一種煩惱 這個對你修行是一種障礙 內憂 第二個 來自於外境的刺激太大 如果這個世界上大家都放逸 你就很難修行 因為它形成一個強大的共業 套一句英光大師說的話 這個魚想要往前走 但是它那個溺水的力量太大了 所以我們每天在佛堂裡面做功課 離開佛堂以後接觸外在的環境 基本上頂多把我們佛堂的功德抵消掉而已 所以每天都在抵消東西 我們很難保持進步 因為它來自於逆境太大 所以在說佛世界的修行 你必須要面對內憂外患 而這個是不可批免的 第二個 時間太短 我們說佛世界的果報體 給我們的壽命太短了 扣掉我們的日常的生活的耗損 你剩下的時間太短了 你沒有足夠的時間去處理你無量劫來留下的問題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你不得相遜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我們死亡到來的時候 我們到下一個果報體投胎的時候 你不能馬上把你今生的修行把它累積起來 就是一加一不能等於二 這個當我們面臨死亡的時候啊 其實一個人善根最強的時候 是晚年的時候 你的修行 你對人生的體悟 對佛法道理的理解 是最巔峰的時代 但是你死掉以後 你在來生得一個果報的時候 你要經過一段摸索期 叫做隔音之謎 你不能馬上把前生的善根啟發起來 所以死亡對我們的傷害太厲害 就是說它中斷了我們前生跟來生的一種相遜的力量 所以過程一加一不等於二 所以在蘇佛世界的修行啊 它有三大困難要面對 第一個 來自於內外的障礙太大 雖然我們不斷的努力 但是障礙太大呢 往往把我們衝回原點 所以在蘇佛世界 你經常有挫折感 那麼第二個時間太短 第三個不得相續 所以到了末法時代啊 選擇到淨土去啊 這是一個相對的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這個宗神已經形成一個非常不好的供業了 這個磁場 你改變不了眾神了 你改變不了這個世界啊 最後是世界改變了你 所以選擇暫時離開 這個是菩薩不得已的選擇了 那麼你選擇到淨土去 這就面對一個問題了 就是你必須要跟佛陀感應道教 沒有人能夠離開佛力的射受 憑你的力量到淨土去 不可能 所有人到淨土去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法身菩薩以前的眾生啊 到淨土去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佛力的射受 所以來自佛陀的力量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沒有一個人有力量 憑你的力量到淨土去 沒有一個人 所以你必須去啟動佛陀的力量 這個力量本來就存在了 誰能夠找到那個啟動彌陀的開關 誰就到淨土去了 諸法應延伸吧 那麼林中的正念在整個淨土中的修學者 是所有人的努力的共同目標了 不管你是走專修的 不管你是走原修的 總而言之淨土中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林中必須保持正念與念力來感動佛陀 那麼林中的正念在維世學啊 它基本上有三個重點 我們一路從維世學來 第一個 懺悔罪障 我們淨土中第一個 你要處理你的業力的問題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很多老參啊 長時間在心中修觀想 忽略了業力的問題 這個是不對的 因為你還有很多的過去 我們是夾帶過去的因緣來修行的 你今生可能沒有重大的罪業 但是我們每一次的受生都會留下一些問題 那麼懺悔罪障 當然這個地方 在聖道門跟淨土門的目的不一樣 聖道門的懺悔罪障啊 是為了要保住人生 因為他深深深在說佛世界真上 他必須要保住人生 才能夠不斷地進步 所以他的懺悔業障 是針對來生來懺悔的 淨土中的懺悔業障 是針對於 怨我臨終無障礙 我們臨終要提起正念 已經要面對信中很多的妄想的干擾 你絕對不允許在臨終的時候 業障期現前 否則你根本沒辦法做了 如果業力再來干擾你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我們不能要求說 臨終的時候所有的善業請現行 來幫助你 這個可疑不可求 起碼他不要來障礙你 所以有見於此 淨土中的人必須要透過 懺悔貴衣發願 把重大的罪業 剷除 讓他沉澱下來 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先處理你無死截來的 殺到遺忘的重大業障 這個是為臨終做的第一件準備工作 當然要以侯一大師跟偶一大師的標準 你一定要有一個法門 你必須有佛法身的力量 你要有一個法門 你必須有佛法身的力量 你必須某種程度有三保的加持 才能夠做到的 所以你的規矣很重要 第三個發願 你要對未來 要永斷相續 直接發願永不再換 那麼這個是我們在臨終的正念 第一個要做的事情 你必須找出時間 好好的做這個功課 倡悔業障的功課 第二個 就是衣冠發願 沒有一個人往生是臨終才想到要去哪裡的 不可能 所有往生的人 早就知道他要去哪裡 一定要先有一個人生的規劃 你不能到臨終才決定要到淨土去 你不可能做到的 思想的改變 一般人 立根人不講 這種頓修度悟的 絕大部分人的思想改變 都是點點滴滴的 就像一棵樹 你要把它從東邊把它搬到西邊去 那是慢慢慢慢的搬動的 我們無量節來會在說博世界得果報 就是因為我們對說博世界是有攤愛的 所以幾乎所有的人 幾乎所有人 你的思想是要修正的 正常人是不可能往生的 正常人 除非你是大善根的 你根本不需要近身修尋 你佛號提起來就馬上往生的人 這個人前身是大善根 他前身修得很好 他本來前身就該走了 一時的糊塗 所以他今生對他來說 他有沒有修 對他影響不大 但這個是特例 正常人 你要往生之前 你的思想是要調整的 你沒有調整 你是往生不了的 正常人 所以你不斷的在佛堂當中的思維觀察 慢慢慢慢調整你的心態 從貪念說婆 然後把它轉成星球極樂 就是思想的改造 你要做的第二件事情 讓你的生命只有一個目標 我一定要往生 你別無選擇 思想的改造 你必須從道理上的覺悟 誰欠你都沒有用的 都沒有用 因為別人欠你的東西 對你來說是外來的 它對你的影響 可能只是一句話而已 但是你真實的從道理上的覺悟 發自內心的力量 那才是你真實的力量 所以佛堂講很多的道理 你必須把它做一個回歸 不斷在心中 不斷的跟自己溝通 用道理來跟自己 用現在的道理 跟過去的你溝通 讓你的思想 從貪念說婆 而轉成星球極樂 這個就是你要做的第二個功課 思想的改造 第三個是最關鍵的 會歸佛號 大聖佛法的操作 我們前面講過 你要知道它的開合 聖道門的所有的會歸就是 你看那個菩薩 他整天忙著忙那 不知慈見 忍入盡盡禁禪定智慧 他是法法消歸菩提心 淨土宗是法法消歸佛號 要會歸佛號 我們所拜的任何的懺悔 我們所修的觀恨 你要觀想 這個完全是彌陀本願的射手 會歸到這句佛號 就是你要告訴你自己 有這句佛號 我一定可以往生 我們在發言的階段 是我一定要往生 當你會歸佛號的時候 你的從我一定要往生 提升到我一定可以往生 所以從為師的角度 我們淨土宗 你有自己追求臨終政令要做三塊 第一個懺悔業障 第二個衣冠發願 第三個會歸佛號 我們先把這個淨土宗的修學 做一個走向說明 我們待會再來回答個別的問題 那麼這個地方大家有沒問題 也就是說呢 臨終的政令是要準備的 我想就是說 成佛之道 其實他是很多選擇的 佛法他跟其他宗教不同 就是說 回家的路啊 方便有多門 歸言無二路 就是說我們從一念清淨的心 迷增期望以後啊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原始的家啊 他不是一個選擇 所以就是說佛陀有八萬四千法門 當然你要選擇一個 你認為你認為最適合你的法 那這個就沒有對錯的問題了 沒有對錯的問題 沒有對錯的問題 好 下一個問題 進土宗的政令啊 我再強調一次 他不是偶然出現的 他是要刻意去栽培的 因為你沒有這種政令 就是說他不是你原來的東西 如果你選為是你會覺得 我們的心啊 是跟說佛世界相應的 他所有的活動啊 絕大部分是順從說佛世界的 所以進土宗的政令 順從彌陀的本願啊 我再講一次是刻意栽培的 如果你沒有栽培 對不起你就沒有這個東西了 他是要去準備的 他是要去準備的 他不是偶然出現的 請說 師父指揹 弟子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 上次師父提到那個異佛裡面 有用光明想跟蓮花想 如果說我要加修這一塊 當方便祝恨的話 我可不可以說 因為你要去觀想他不容易 我可不可以譬如說找一個佛像 我自己感覺是有人在那邊 然後每天看著他 就有時候這樣堅修的話 這樣是可以比較容易去異佛 要不然的話要觀想這種不大龍 但是你在觀佛像的時候 你要先離向 然後再觀向 就是你不能太執著 所有的觀向念佛 一定要站在親近心的角度 你不能助向 我上次有給大家講過一個 實際的例子 有一個大專生參加 參公宿的大專生參加學會 他就專門看佛像 結果他看到最後大結的佛像 阿彌陀佛對他微笑 這不對啊 你就打妄想了 是吧 我們在觀想的時候 我們在觀想的時候 記得一定是要 戒相修心 修你的往生的心 就是說 這個象狀本身只是讓你借來用的 它沒有太大意義 借相修願力 借相修你的信心 所以你要往心中去會 而不是注意他的相狀有什麼變化 所以師父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我們在拜佛看著佛像 就要會貴到自己用剝落去觀想 他這個東西是功德 要會貴菩提心 用這樣子來做就對了 你會貴到你的信願 你的身信 怯怨 慈敏 會不會這句佛號 師父第一個問題我請教一下 師父有任言經人提到 它的根跟式是一個 往內歸就是不生命 往外就是攀岩 那這個原理在哪個地方 可不可以簡單提一下 因為往內的話 往內那不是跟微視一樣 我是往內觀 也是一樣 那往外就是攀岩 那這樣子它的差別是說 我就是受到外境的影響 因為是這樣 你往外是接觸到相狀 那是生命的結果 往內看到的是佛法的真理 對不對 那是道 如果我們的心是一個車子的話 你往外是攀岩外在的相狀 你很可能會墮入你的生死業力當中 因為它外面本來就是夜感的世界 你除非能夠做到百花從裡過 遍夜不沾身 那就沒有內外的問題 我們後面會講到修行的接位 到了通達位以外 就沒有內外的差別 它順利皆方便 它心完全無助 但是我們的心是有直取的 我們去到哪裡 然後你就像一個手上沾的強力膠一樣 你看到什麼你會住在上面 所以這個時候佛陀的慈悲告訴你 你的心有兩個門 一個是前門一個是後門 一個是接觸夜感的世界 你看完以後 你很容易產生煩惱 你看你一天到晚看別人 你很容易起煩惱 對不對 那你不斷的在心中思維的道理 你很容易保持在內 這個是你可以做實驗的 謝謝師父 師父 第三個問題問一下 就是如果成佛以後 他那個騙自己所持沒有 他的意他起還是不在存在 他意他起還在 但是他的意他起是從 雜染的意他起 變成親近的意他起 變成了親近的國土 親近的功德、莊嚴的國土 但意他起是在的 一言法是不能壞掉的 所以不壞假象 他從一種生死輪迴的假象 變成親近莊嚴的假象 一暴正暴的莊嚴 他還可以跟眾生分享 請說 師父慈悲 剛剛師父說我們要調整思想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身處於娑婆世界 那要厭離娑婆世界這一塊 我們比較容易做得到 那心求極樂 因為說佛很苦 那就比較容易厭離 那是你的生命體會 可是心求極樂 我覺得極樂世界就是一個不失意境 雖然是說從佛經裡面可以 體會到極樂世界的殊聖 還有阿彌陀佛的功德 可是因為畢竟還是很難想像 所以很難做得到 你可能沒有找到你相應的 你可能沒有找到你相應的 就是說呢 就是這個問題 你先請坐下 這個問題很重要 心求 就是說你一定要得到它叫心求 所以你必須把極樂世界的功德當中 找到一個能夠感動你的相撞 如果你覺得你極樂世界 你心求不起來 表示你還沒有找到一個你感動的 比方說它沒有病痛 像我們這麼年紀大了就感受到這個病痛的問題 是吧 它沒有病痛 它一輩子都沒有病痛 它有廣大的神通 它能夠隨時清淨十方諸佛 它隨時能夠隨驗文法 我們說不是要聽佛法不是很簡單 諸位 所以你必須把極樂世界的所有的阿彌陀經 無量壽經觀經 把它功德整理一下 哪些一眼能夠感動它的先找出來 因為阿彌陀佛是為所有眾生設計這個國土 它不知道哪一個一眼會感動你 是吧 所以你這個心求極樂你要怎麼個人化呢 就是你要先看看阿彌陀經講到極樂功德是這一塊 無量壽經它偏重在一報的莊園講得多一點 阿彌陀經的正報的功德講得多一點 你要把它所有的進度的進度全部找出來 只要是佛說的都找出來 關經也找出來 你要找出一些能夠感動你 能夠說服你往生的條件找出來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對極樂世界完全沒有感動 你就很難心求極樂了 這個不能勉強 所以 你必須要把心求就是說 你不管你關的是什麼極樂世界的功德項 重點是它能夠感動你 它能夠說服你 你一定要去 這個項狀對你來說就是妙法 契機就是妙法吧 不管你為了什麼理由都沒關係 重點是你要能夠欣求 如果你現在對極樂世界的功德 還沒有一個感動你的 那對不起你還要做功課了 你一定還沒有找到 阿彌陀佛發了五節的時間去思考這個國土 它是一個很多元化的國土 它一定是有保護滿足所有眾生的需求 它才敢把這個國土推出來 所以你還沒有找到 一定是你還沒有找到 不可能沒有一定有 找到你相應的 找到能夠讓你感動的 找到能夠啟發你心求的 那個條件出來 這個很重要 所以不斷的學習很重要 因為我們的觀照 只有透過學習 因為佛的世界 不是我們可以想像出來的 你的生活經驗當中 不可能告訴你極樂世界長什麼樣子 你的生命經驗裡面沒有這種信息 你的生命經驗有可能會告訴你 說佛世界是痛苦的 就剛剛這位基師說的 這個我同意 但是不全面 我再講一次 不能靠生命經驗 來當作你生命所有的引導 不可以 要從道理上的理解 來發願 生命經驗是你 就像你今天瞎子摸象嘛 祖師說你摸到象的角 你認為這個世界是直的 你摸到象的筆 你認為這個世界就像圓圈的 所以你必須從 因為道理它是圓滿的 所以說 不斷地學習 教理是很重要 因為你學習得越廣 你看人生的 你看得越透徹 你在面臨選擇的時候 你會做出更正確的選擇 好我們來看看下面的個別的問題 第一個 師父提到 淨土法門的重點是如何引導佛號 請問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依教器官 那麼他念的佛號是人天的善業 還是淨土的資料 當我們提起一句佛號的時候 從淨土中的角度有兩個要求 第一個專注力 第二個就是觀照力 你要能夠安住佛號引導佛號 引導佛號比安住佛號更難 因為安住佛號只是一種世修 你只要聽得到你的聲音就可以了 那麼引導佛號就考驗你的智慧的水平了 就是你是怎麼想的 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依教修官 那麼如果他可以往生 只有一種情況 這個人根立遮青 大成山根深厚 煩惱妄想天生清薄 所以他今生的思想 不太需要有太多時間的修正 也就是說他前生已經修得差不多了 他這根樹已經往西方傾倒 所以他今生不需要太多的去做一些調整 他就自然能夠往生 正審人文是極少數的 就是你都沒有修官 但是他往生了 特例 孟華時代特例 就是說他今生他小時候是什麼思想 他長大就是什麼思想 他老的時候什麼思想 他完全沒有任何修正 他就往生了 千年的冰山血年 宥主大師就是這樣子啦 宥主大師你看他開悟之前也沒有寫什麼教理 他沒有什麼修正 他就聽到 他就送財佛去一個有錢的園外 這個園外在松金剛金 他聽到應無所助的升級星 他當下開悟了 他已經準備好很久了 他這個柴佛是乾的 所以他火一點 當下就燒起來 他準備好了 但是 六祖大師在中國教2000年裡面是特例 少數的例子 千萬不要把自己觀想成六祖大師 我們最好是 觀想自己是業障生死凡夫 這樣會比較符合時機一點 那麼這個地方有沒有問題 就是說 我們還是要做一些思想調整 請說 師父這個問題比較原始 那個就是一佛念佛同時進行嗎 我實踐起來感覺好像 不是同時進行的 它是分開的 因為你 這個待會兒我們會講到 你觀想的時候要把佛話放下 念佛的時候就行其解決 專心念佛 專心聽聲音 這兩個一開始是分開的 但是後半段會結合在一起 剛開始修的時候是分開的 因為你有分別跟無分別 一個是專注是無分別處 一個是有分別處 這兩個是矛盾的 初學是矛盾 所以要分開 專注力跟觀照力 易佛念佛一開始是分開修的 那在鏡圖裡面 這個雙盤打坐很重要嗎 是不是增加專注力一定要 要 這道沒有說很強調知識 沒有說一定要雙盤打坐 這道沒有 那就是 還一個就是 那如果打坐的時候 腿很痛的話 這個是消業障嗎還是 那不是消業障 你筋骨不夠柔軟 你跟業障沒有關係 我們不能把所有事都回歸到業障 請說 師父慈悲 我請教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分別 我們念的佛號是空洞的 還是轉向萬佛莊嚴 你提起佛號的時候 你心中要兩個座義很重要 第一個 我一定要往生 第二個 我一定可以往生 他是這兩個座義 這兩種座義啊 這兩個馬車啊 在引導這個佛號 你看很多人 他肚子痛 他就唸我阿彌陀佛 對不對 肚子不痛他就不唸了 這個是空洞的佛號 你這個佛號完全隨外境而轉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才想到佛號 所以你這個座義啊 完全是 有象狀的刺激 你這個座義是著象的座義 我們前面講過啊 座義要離象座義 你不能把佛號 用來處理你今生的問題而已啊 各位 那這個阿彌陀佛設計這個佛號 對你來說太可惜了 阿彌陀佛發了那麼長的時間 創造這個佛號 結果你是用來處理你今生的問題 太可惜了 好我們 我們來進入第二個問題 這個問題跟剛剛那個提的 是有關係的 他說在平常的修習當中 我們應該多練佛號 還是要多多的依教修觀 這兩者應該如何平衡 這個當然從往生的角度 觀照力比專注力更重要 就是你的信念 他是決定往生 佛號練的 是不是能夠專注 能夠得到一心 這個決定你的品味 就是你往生的決心 你是不是一定要往生 你是不是相信你一定可以往生 這兩種心態是決定你往生以佛 那至於往生以後你的品味高低 這個佛號是多多益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當然我們先求有再求好 先求往生 所以說剛開始修觀的時間就很重要 當然修觀也不完全是在佛堂 你在聽經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 你在文師他也是一種修觀 宋經本來就是一種修觀 剛開始的比例 我個人的體會 要一半一半 觀的時間要多一點 等到你修行上路了 你的思想的方向已經確定了 這個時候你把觀的時間可以少一點 雌明的時間可以到七分 修觀可以三分 佛號的人可以慢慢增加了 先確定方向 再增加你的動力 你的佛號方向不確定 你所練的佛號全部代業 代生死業 所以初學者我個人是覺得 你的思想的建設 你的思想的建設 思想的改造是很重要的 雖然我個人也接觸淨土 我個人也接觸聖道 但是我個人的選擇 我覺得如果你是初學者 先把淨土中你的本行 先把它穩住 你的淨土中的整個方向確定的 你再來看一些聖道的東西來輔助 會比較好一點 初學者 你不可能什麼都要的 你的時間沒這麼多的 所以我們剛開始修觀的時間要多一點 等到你人生的規劃已經明確了 你很確定 你來生不能在瀏波世界投胎了 你一定要到淨土去了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佛號慢慢增加了 請說 師父吉祥 請師父開示 這裡講觀照力 剛才師父提的是觀想 是不是 我們是要觀想像 還是觀照法 這裡講 就是說師父提到說引導佛號 我們要專注力 要觀照力 那這裡的觀照我就不懂了 是 好 問題非常好 請坐 謝謝 法 它是所有的佛法 其實法它有兩塊 一個是空性 一個是延起 對不對 空性它是無相的 延起它一定有相狀 可能是說佛世界的雜染相 也可能是極樂世界的親近相 延起一地帶相狀 淨土中是偏重在有相關 偏重 我們下一堂各位講到淨土跟聖道的結合 它也修空觀 但是它是堅修 它的主修是有相關 它的主修觀兩個相狀 一個說佛世界的過世相 你把說佛世界的過世全部列出來 它有無常敗壞的問題 它有三惡道的問題 它有老病死的問題 你要把所有問題都列出來 看哪些會讓你能夠 驗離娑婆的這個相狀對你是最重要 見相修心 第一個你要觀娑婆相 第二個要觀淨土相 星球極樂 所以淨土中的主修是有相形 它被制的但是判重有相形 但是聖道門一開始是無相形 它觀空性 它先離相 你看 淨土中它是一個比較 用對比的方式 在淨土中它經常是由 說佛世界跟其他世界做對比 因為你來生只有兩種情況選擇 你臨終的時候 你一定要面臨一個選擇 第一個繼續輪迴 第二個到淨土去 你只有兩種選擇 你不可能到那個盤去 所以你平常就要保持這樣的一種選擇 然後最後結論 放棄娑婆 然後往上去 師父慈悲 師父慈悲 弟子想問 如果念佛的時候 覺得這個佛號 引導到極樂世界這一部分做得好像不太好的話 就是這個佛號唸起來沒有這種味道的話 是不是代表在光潛方面還做得不夠 應該放多一點時間在這一部分 對對對 你就是說你葉林說夠了 你心求極樂不夠 那心求極樂不夠 你佛號你為什麼念這句佛號呢 你的動機當初你為什麼 你提起佛號的時候 你當初為什麼念這句佛號 你的作意是什麼 沒有作意 就是把他當功課 反正功課一定要做對不對 自己在念佛號的時候 是覺得那個 就是念得不夠好 就是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說 還是要 你知道你有什麼問題你就要加強這一塊 反正他一句佛號是要 叫念禮說婆心求極樂 他的願才圓滿 你不能只有念禮說婆 那念禮說婆你要去哪裡 你要他放棄A 你要給他一個新的取代 反复一定要生命要有所助 你要有一個安身立命的地方 因為你不能到空性 你一定有一個果報體 這個果報體到底在哪裡 你一定要有 我們現在沒辦法無聲 一定要有聲 有聲就要有一個正報的身心 義報的環境 那請問師父是不是 自己還需要在空光方面 修五分別字 還有就是多聽經文法 這一方面放多一點時間 你是說你缺乏心求極樂這塊 佛號念起來的時候 就是覺得那個釋受力不夠 那你是缺乏心求極樂 那就是說要從另外一個 目標不明確 對對對 你放棄了一個 但是你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這個佛號在空中到處飄 所以還是要多聽經文法 對對對 因為你極樂世界只有從經典學習 你沒辦法 你不自己不可能自己想出來 謝謝師父 好我們回到最後一個問題 在古德的往生實力中 有許多人是一知十日而往生的 那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一知十字 就是說他敬業成就了 這種事可疑不可救的 就是說這個人的心啊 他已經明確的 往西方極樂世界傾倒了 所以他臨終不管遇到什麼情況 乃至於發生車禍 乃至於死疑非命 他一定可以往生 這個樹你只要隨時砍斷 他只有一種方向 這種的臨終也不需要註練 他進業成就了嘛 他是隨業往生 他不要靠第六一世來帶動 他第八世的業力裡面 他已經是進土中的業成熟 就算他臨終的時候 第六一世不來帶動他 他第八世是會自己到進土去 這個人不簡單 他的第八世不用第六一世來引導 他的第八世不用第六一世來引導 這種人應該已經要成就烈佛三昧了 我們正常人的阿賴也是啊 是有蘇佛世界的業力 也有進土中的善根 這兩個種子都有 所以臨終的時候要靠第六一世的正念力 來引導第八世 然後讓他順從本願跟彌陀感應到教 正常人要隨念往生 正常人 當然如果你是大善根又很精進用功的人 他是可以隨念往生 他的第八世的業力 他的進土中的業力就已經成熟了 他不必要第六一世的引導 所以臨終正念不正念對他來說都沒有關係 就算這個人第六一世到臨終的時候完全屬於昏迷狀態 也無所謂了 因為他第八世已經有自己的能力到建築去了 所以這首是特殊的個案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下一堂課來談談 淨土們跟聖道們相互的結合 好